哈囉,大家好,我是陳大 今天跟大家來分享開搭 UNONEST 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器 這顆UNONEST 本身是空氣品質偵測器 也可以當作全熱系統 或者是新風管道機的控制面板 我們陸陸續續都有一些組在詢問 目前幾乎查不到它的資訊 所以我們今天就用一個比較淺顯易同的方式 來把它稍微解說、分享給大家 那這顆空氣品質偵測器本身是台達店所出產的 目前針對台達的全系列、新風、管道機這些都可以正常使用 我們有聽到其他朋友在說 這個他們有把它連接在大金的產品上面 因為我們沒有實際的操作過 那如果說你要拿到其他的品牌上面 無必要再三的確認一下 那什麼情況下會去安裝到這一顆空氣品質偵測器 如果你是對空氣品質要求比較嚴格的 這一台就一定要安裝 那再來就是一些比較大的空間 比如說餐廳啊 或者是補習班 同時裝了好幾台新風系統 或者是我們的住家空間比較大 同時裝了兩台、三台 那這時候它就適合裝這個 一台空氣品質偵測器 它可以同時連動四個機器 再來 因為我們現在公共空間 很多都有空氣品質的要求標準 那這時候 這一顆也非常好用 它也可以下載APP來操作 這一顆空氣品質偵測器 它安裝的建議範圍 就地上80公分到150公分的高度 那為什麼會有這一個建議高度 是因為它本身要監測空氣品質 所以在這個高度它是最容易偵測到 那如果你太靠近天花板的話 數據就比較不是那麼的客觀 現在是我們已經把它固定上去了 當然就有些業主會覺得它這樣突出來 比較不美觀 陳達在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它要偵測空氣 所以它一定是要突出來才能 準確地去偵測到這個空氣的數據 那像我們這一面牆 有貼了髮廊板 這種一般的吸鐵就可以直接吸上去 我們住家很常貼的烤漆玻璃 有的烤漆玻璃後面也有用鐵板 想要用吸鐵去吸它 像那種情況下就要用比較強力的吸鐵 那髮廊板就不用了 一般的吸鐵就可以吸得很好 這個有機會我們改天再介紹給大家 像這個空氣品質偵測器 本身台達就出了好幾個型號 那這個型號是UNO H10SW 可以偵測十種不同的空氣及環境音質 一氧化碳、二氧化碳、PM2.5、PM10、臭氧、甲醛 然後有機、溫度、濕度、躁度 那因為業主比較在意臭氧的問題 所以選這個型號可以偵測到臭氧 透過活性胎濾網 去把這個臭氧過濾掉 那過去的新風系統 要嘛我們就是24小時開著 要不然就是需要的時候去開它 那像透過這個空氣品質偵測器 它本身已經有設定的一些數據 它可以自動偵測 當空氣品質不好的時候 它會自動開啟 它有自動調節氣流的功能 過去我們的信風機 要嘛我們就是開最強或者最弱 然後就開著 它就是固定的風量 那像現在它就會經過它本身內建的一些演算法 自動去分析空氣的品質濃度 自動調節風量的大小 達到最佳的效果 減輕風機的負荷 好那剛剛我們有提到 它也可以用APP 來做遠端監控操作的動作 首先把機器跟房子的Wi-Fi做連結之後 我們就可以透過APP 然後監看到室內的空氣品質 然後去操作 也會自動上傳到雲端 然後也可以到網頁版去看整個數據 我們現在有看到這裡有綠色 那這顆那主要是 針對監控二氧化碳 PN2.5 PN10 其中只要有一項超標 燈光就會變色 那綠色代表良好 黃色代表普通 紅色代表不良 紫色就代表汙染 那因為現場沒有Wi-Fi 那也用手機下去分享過 通訊協定不相容 所以我們就回到公司這邊 這一台是台達電的新風全樂 這個就是Uronest 那我們教大家怎麼樣設定這個APP 首先一定要先把手機跟現場的Wi-Fi做連結 像陳大用的是iPhone 可能跟Android有一些不一樣 搜尋 Uronest 下載 然後開始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好那使用藍牙一定要同意 再來就是要設定Wi-Fi連線 螢幕上面有個Wi-Fi的符號 我們就按下去 確定裝置配對 先按配對 然後在空氣品質偵測器這裡再按一下確認 好 目前配對成功 然後允許使用位置一定要允許 輸入你的Wi-Fi密碼 那有看到這個Wi-Fi符號已經打開了 現在設定完成之後我們點進去 手機就會看到10種偵測數據 那因為我們現在在會議室裡面又沒有開空調 所以這個空氣品質我們就可以看到 稍微比較不好一點 大家先注意看一下畫面 這個畫面下面少了兩個東西 如果是出現這種狀況的話 返回一下 在Uno這邊連續點5下 出現一個工程模式 再點進去 我們就看到這邊 有多出現的一個 綠色的符號 點進去 切換模式 現在的設定是關 把它打開 然後返回上一步 我們看到下面多了兩個控制按鈕 通風設備本身就是在控制你所連接的 不管是全熱還是管道機 通風設備裡面有兩種模式 這兩種模式裡面 都可以自行設定三種數據 我們先講智慧強力好了 點了智慧強力之後 點右邊的工具 裡面可以自己設定二氧化碳值 比如說像現在是原廠設定1000ppm 然後pn2.5值 pn10 右邊有一個智慧ACO模式 點智慧 然後點工具 這邊一樣是 設定二氧化碳 pn2.5 pn10 一樣我們選擇我們要的數據 好 那兩種有什麼不一樣 智慧強力模式它就是 達到你設定的值 它才會下去運作 那智慧ACO模式 都會控制在你設定的值之內 好 那下面就是這個機器本身的風量設定 現在就低速 中速 高速 高速 好 你也可以關機 然後最下面還有一個濾網的壽命 像我們現在把它切換回 空氣品質增設器這邊 十種數值 點下去 就可以看到過去的一些數值 那當然這個前提是必須連接在WiFi的模式之下 因為我們機器才剛裝 所以並沒有數據可以去分享 好 那在這邊提供一些環保局的建議數據 二氧化碳建議在1000PPM以下 那PN2.5建議在35微克立方米以下 PN10的話是建議在75微克立方米以下 那因為我們還沒有交互說 我們暫時把它保護起來 良好的空氣品質可以讓我們保持清醒 就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台達電的新風全熱系統本來耗電就不高了 那再加上這一顆空氣品質偵測器 來調節風量 那相信就會省下更多的電能 當然風能越齊全 價格就會越高 那個人的感覺 這個CP值是夠的 如果你也是對空氣品質要求比較高的朋友 推薦給你 那我們是安心整合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